不知道大家在逛日牌服飾網站的時候 有沒有觀察過一個特別的現象 那就是在商品的底下經常會出現電源穿搭 而這些電源都很會穿 因此很多人就會接著點進去電源的照片繼續觀看 點進去之後發現 嘿~~電源身上的單品竟然都買得到 就這樣不知不覺的買了一堆衣服 剛剛講的這個情境你也發生過嗎? 其實這就是一項日本特殊的服飾行銷手法 EGC 就是經由電源來撰寫圖文 向顧客推銷自家的衣服 培養出電源極小編的能力 因此我們今天就要來深入探討 日本的EGC行銷是如何發展的 如何讓員工願意獻出自己的心臟 幫助公司銷售 心臟 撒撒撒 喔 心臟 撒撒 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陽幾通 我是主持人James 這是一個專門為大家整理以及討論 行銷知識以及車的節目 先在這邊邀請大家 如果從這裡的影片中獲得一點收穫 請不要到列車幫我們點個讚 訂閱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談到EGC行事演變 大家可能比較有聽過的是 UGC行銷 消費者原創內容 它是透過消費者去創作內容 分享在社群 影音 podcast 平台上 甚至評論都是UGC的一種形式喔 今天要聊的是日本盛行的 UGC 員工創作內容行銷 主要是將推薦商品的角色 轉移至電源 使電源協助銷售這件事情 約莫是在1990年代開始 以涉骨的10900貨為中心 辣妹電源崇拜風潮 席捐整個亞洲 當時流行有黑膚色妝容 搭配超誇張的白色眼影 並且還要搭配超高厚底鞋 配合超短迷你裙 才是走在時尚的尖端 而由於涉骨的10900貨 所販售最多的就是這類型流行服飾 因此當時販售辣妹服裝的店員 便將店內的服裝穿上身 彷彿成為品牌的模特兒一般 去實際穿搭給顧客看 而這種風氣造就了許多 超會帶貨的明星店員 而當時業績最好的品牌 Egoisto 其中就有一位明星店員松本龍子 他後來還成為了知名日牌 Mazi 的創辦人呢 而繼109大妹出現之後 日系時尚雜誌便開始讀 雨後春省般增相發行相關的主題 佔據了各大超商以及書店的價位 出力這種店員推薦商品的形式 微微風潮 並也開始流行起由本部行銷人員 所企劃主題、專欄並邀請明星店員 時尚名人來分享自己的師傅 和喜歡的風格的趨勢 而這也是EGC行銷萌芽的時期喔 像在我過去的回憶中 就有喜愛關注日本流行文化的朋友 會去買VIVI、LINA、PUBTIN等日雜 除了會為了正品的去買 當然也是想要看這些品牌模特的穿著搭配 回想起這種風氣 真的是在當時韓國流行文化 尚未來台之前 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啊 年紀到了 日雜風靡一段時間後 網路的普及也迎來了品牌官網時代 就也開始了出現 將電影員的流行穿搭照片 放在自家官網做宣傳的進行 一樣的主題 但不同的地方在於 品牌開始搭配專業的相機做拍攝 像是日本品牌 便將自家的官網行政一頁 以假期為主題的銷售業 裡面全都是電源的穿搭照 而時間來到了2016年 Step Start的誕生也加速了EGC行銷在網路發展的速度 那這個Step Start是什麼呢? 它是一款由Vanish Standard所開發出來提高公司 銷售人員以及客戶之間互動的APP 其主要是從電源本身出發 讓電源可以輕鬆在官網上發布穿搭 展現自身魅力 並且加入了獎金紛潤功能 讓電源可以更有動力的推銷 帶動整體服務好感度的提升 也吹聲顧客下單的慾望 為公司創造源源不絕的收益 可說是企業與員工關係的一種正向循環成長 在了解完EGC行銷的來由後 接著我們要來聊聊 為什麼EGC行銷可以在日本為之盛行 反之在台灣卻顯少看到相關的案例呢? 我們認為主要有三大原因 日本人相對重視儀表 過往顧客之上的想法 企業完整的教育訓練 相信各位對於日本的印象或多或少 會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很會穿搭 也對儀表有得高度的重視 就像我 對於我長髮、樓順以及講究班 回歸正題 你一定都聽說過日本的女生在出門時一定要化妝 或是用各種的飾品來裝點自己的說法 加上你進到一間服飾店的時候 當你看到一個店員非常會穿 其實自然而然的會被他所吸引 然後針對他所給你的建議 其實你也會覺得可信度很高 於是就獻出自己的荷包啦 再來就是顧客之上的想法 雖然近幾年有出現一些日本的地方政府修訂與澳客相關的法律 來減少因顧客之上的思維所導致的衝突 但相信許多人並不會反對日本在服務客人的品質上 勢必還是很為客人所著想的 像是如果你有去日本買過衣服 有時候在選擇衣服的時候 店員會時不時的稱讚你所選的衣服 很帥很可愛 在結束試穿時 除了會跟你說聲謝謝 還會多了一句辛苦了 結帳時拿東西給你的時候又有恭敬的鞠躬 下雨天的時候還會幫子彈加上防禦套 而這些目的其實就是希望提供給顧客自讚 而且出事的購物體驗 而這些舉動 勢必能夠讓顧客的目光聚焦在店員的專業以及禮儀上 當然也強化了EGC的力道 最後 日系服飾店員除了都有接受過完整的教育訓練 聽說還有很多企業會有學習穿搭知識 經歷店鋪考核 了解販售計畫等等的訓練 在穿搭知識的培訓上 主要是為了能夠解決顧客日常的問題 像是如果顧客問 怎麼樣穿起來才不會看起來很腫 那店員就要反射性的回答 像是襯衫裡面不建議搭毛衣 選擇暗色系以及有腰身的裙子等等 這些都是在日系服飾工作所必備的能力喔 再來就是比較多人所聽過的考核制度 以日本的UNICOR來講 入職後每三個月主管會對下屬的日常業務 進行一次的考核以及回饋 包括接待顧客的方式 疊一分速度 結帳速度等等 在考核完之後 薪水就有機會再往上提升 讓整體的工作氛圍更加積極 相信可以到他們官網所了解喔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就是販賣計畫 也就是店內的業績的達成計畫 店長會先被上級要求一個目標的營業額必須達成 達成方式會交由店長來分析給底下人知道 像是我們這家店可能假日的生意比較好 那假日應該要拼多少的業績 目前主打以及促銷的商品有哪些 在陳列上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引導顧客來做購買 如果休閒的襯衫是主打的話 周圍可以放西裝褲或者是吸汗的背心 一種是Smart Casual的風格 一種是強調機能性 讓員工找到更多的機會點 在第一線向顧客有效推銷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認為 都能夠讓EGC能夠在日本所盛行的原因喔 第三 到底現在的日本都怎麼讓員工願意幫忙做業績呢 我們以Staff Start這套APP系統做決定 自從它出現以後 有越來越大型品牌 紛紛啟動開功能 或者是效仿這樣的模式 這種有獎勵機制的做法 該如何執行呢 第一 要求員工在不打倒自身工作的情況下 一週至少要拍一次的穿搭照 來推銷自家產品 基本上用手機拍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店員都是直接在店內拍的 透過手機自行上傳 當員工上傳一次照片 就可以同步發佈到官網以及IG上 為品牌爭取更多的曝光 第二 當在門市裡發現顧客正在猶豫不決時 或者是店內沒有庫存的情況 只要店員出示衣服的QR Code 便能讓顧客看到完整的穿搭提案 並同時能夠提供線上購買的方式 不讓購買的機會流失 第三 在店員都做完以上的兩者之後 系統會自動計算 有多少的顧客 瀏覽這位員工的穿搭 或者是使用他的QR Code 而進來下單 再去區分是個人績效 或者是店鋪績效 進而去做到細緻化的回饋 這種自動化追蹤與獎勵系統 可以使店員在銷售上更有動力 而且也有很多台灣的服飾品牌 會以這類型的分潤機制來鼓勵店員推銷 相信之後 有機會成為台灣的流行做法之一 好的 那既然介紹完日本流行的EGC行銷 我們回頭來看看台灣品牌 常執行的UGC行銷 一起來看看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首先 UGC行銷主要是品牌方鼓勵 一般消費者產製內容 並分享到社群上的一種行銷方式 台灣常見的執行方式都在線上 像是品牌會在IG 建立專屬的Hashtag 鼓勵粉絲在穿搭發文時 都能夠加上Hashtag 或者是邀請消費者標註品牌帳號等等 當你覺得這些內容不錯 就會再轉發成一篇新的貼文 Tag粉絲讓粉絲更有參與感 也因為是從粉絲的角度來撰寫的內容 完整的反映了生活中的體驗以及需求 藉著更加真實的內容 讓受眾能夠買單 除了在IG可以經營UGC以外 現在台灣各大電商平台的評論功能 也算是UGC的一種 同時也是品牌們的兵家必爭之地 由於越來越多的顧客 在購物之前會先看評論再下集的測 許多的電商平台為了增加評論的誘因 會搭配點數回饋來提高顧客分享的心得 上傳開箱影片的機會 藉此創造正面的口碑效應 而EGC以及UGC兩者的差別 我們也簡單地整理成一張表格 讓各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兩者之間的不同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下暫停鍵來做截圖喔 好啦最後我們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未來台灣如果也想要效法日本推行EGC行銷 哪一項會是最困難的呢? A培養穿搭美感的思維 B員工薪資結構的改變 C擴大電源的工作職責 D還是你有其他的見解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也喜歡這些影片 歡迎跟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